比如說這次泰國的水災 每年泰國的雨季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水災發生 所以說我們這次的公德款 是贊助給慈濟 慈濟到菁氏洛洛去做共災兩個月 所以說我們等給陳忠夫 師兄 帶給慈濟 還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各位師兄 師姐 每天我們還在做夢嗎 天天還做夢嗎 夢到說我還有一棟房子還沒買 我還有一棟新車還沒買 我還沒有發大財 我還有一棟房子還沒買 對 前幾天有一個師姐跟我分享 她說美玲怎麼辦 我好害怕 我說發生什麼事 她說我現在很害怕 生老病 我說怎麼了 她說我現在我的家庭正經歷了一場 爭老病 我說怎麼發生的 她說你看我的三個孫 都接二連三的來出生了 那現在的小孩又不太好養 動不動就過敏 再去給醫院看 醫生看 醫生都說不是感冒 就是過敏 所以說就是會咳嗽 流鼻涕 動不動就是無名的 咬了以後就全身腫了 腫了以後呢 還要去醫院 住院 住一天 因為醫生說還太小 不能檢查出那個過敏源 所以說她就是 小孩子只要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咬了就全身就腫起來了 一定要去住院 住一天 這就是生 她老 我們已經老了 已經又是多歲了 老了 很多事情就是身體的摔退 這老 病 她說我師兄病了 得癌症 現在我家庭也面臨死 因為我先生得肝癌 那我先生他現在已經準備後治了 所以他心裡很慌 所以有時候他看到 他先生在準備後治 交代後治 他就說他就有無名的恐懼 他就會開車到一個地方去 自己就是 他說他有時候跟他女兒痛哭 會發泄 他說為什麼我們的人生 他說以前我們當少女的 從少女就懷著夢 希望嫁一個好老公 嫁到一個好老公以後 我們就能夠心無牽掛 就是在家裡守著一個家 有了家以後 就是生小孩了 有了兒子就想要有女兒 這個夢也實現了 那這個夢實現了以後呢 就希望老公的事業能夠飛黃成達 有了一個工廠 就希望有第二個工廠 有第二個工廠 就希望有第三個工廠 然後從一部摩德科改成一樣 從四輪的車 然後到小卡車 然後到貝子車 都有了 從小小的房子變成大房子 都有了 然後現在也有孫了 正想要含一弄孫了 可是自己又病了 先生也病了 他說我很恐懼 我想含一弄孫 好像人生應該是有圓滿的 怎麼會沒有圓滿呢 我說你這一輩子該追求的 你都追求了 這個至今到人生的鏡頭 我們都沒有辦法 然後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要放下 他說我放不下 我說那你更欣賞你在想什麼 他說我在害怕 我怕輪回 我不想再做人了 他做人太辛苦 我說那你不想做人 你要做什麼 他說我就是不想要來輪回 我說不想來輪回 他說有沒有方法 我說好像有 他有什麼方法 就是念佛啊 我說你就是念佛啊 他怎麼念 我說你就每天在家裡念 阿密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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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念 他說每天怎麼念 我說你就是 就是一直念啊 不管你去市場買菜 你也念 吃飯也念 吃客分念 他真的嗎 念佛念念 我能夠超越六道輪回 我不再輪回嗎 我說應該會 等一下這點我們就請師傅 跟我們再開示一下 我說一定會 我說不然的話 怎麼會有淨土法門 教我們說要念佛往生 所以說我就把我們上次 我們放生會有注印的那本金書 放下師公書 這片金書給他 還有沈陽公益論壇 我也叫他回去看 我說你慢慢看 你就會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得癌症 為什麼你要胖 我就不用胖 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的老師 各位師兄師姐 你們就是自己也有一個故事 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故事 我們平常在家裡 有時候師兄師姐自己發生的故事 就是一個很真實的一個人生的故事 只要大家 你能夠把你的身邊發生的事情 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是一個保護師 所以說我就告訴他 真的可以 你一定要靜下心來 好好的救自己 真的有時候我們真的是怕輪迴 怕生死 我們真的要自己救自己 其他的路應該沒有別的方法了 如果說我們自己都不能救自己 誰還能救我們 救了自己才能夠幫助別人 所以說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請師父回答 真的面佛能夠幫助我們超越六道輪迴 不再輪迴嗎 我們請師父來跟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請問這件事 我們要不及 kiss 我們請輪迴 麻煩 發生 感谢观看